欢迎大家来参加《认识耶稣30天马可福音》营修 今天是第一天,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八节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正如以赛亚先知书上记着 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的面前 他要为你预备道路 在旷野里有声音呼喊着 预备主的道,修植他的路 照这话,施洗约翰来到旷野 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 犹太全地和全耶路撒冷的人 都出去到约翰那里 承认他们的罪 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 腰束皮带 吃的是蝗虫和野蜜 他宣讲说 有以为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 也是不配 我用水给你们施洗 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经文读到这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来到了认识耶稣第一天 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 马可就在第一节很清楚地说到 这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记载 他一开头就说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马可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向他的读者介绍 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 这对当时的犹太社会来说 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因为对犹太人来说 上主是只有一位的 而且在这边 马可是很清楚地说到 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 也是福音的起头 而接着下来 我们看到马可就在第二节 就提出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 我们看到马可要向他的读者说明 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 他要来到这个世上 不但只是旧约的先知 以赛亚曾经预言过 就算到了新约的时代 上帝也安排了施洗的约翰 来作为主的先锋 他要为主预备道路 因此经文就让我们看到 约翰到了旷野 宣讲这个悔改的洗礼 要为耶稣的国度来预备道路 约翰的身穿骆驼毛衣 腰素皮带 吃的是蝗虫和野蜜 我们看到他这样的穿着 就是要像旧约的先知 以利亚那样 而且他的身份 也是被祭司长承认的 但是约翰很清楚自己的身份 他是主的先锋 他要为主开路 他提到了耶稣的时候 他说有一位在我以后要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 也是不配 亲爱的弟兄姐妹 约翰使用了这句话 弯腰解鞋带 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在当时的社会中 弯腰解鞋带是奴隶替主人所做的工作 就是说是一个非常低维的工作 也是一个奴隶在主人从外地回来的时候 要在门口入口的时候替主人的鞋带解了 然后要用水替他来洗脚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施洗的约翰很明白自己的职份 还有上帝赋予他的使命 若是我们来看经文 从第五节我们看到 当时约翰所做的工作 的确是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人 去到旷野 这个约旦河来让他洗礼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 基本上约翰他在当时受欢迎度 是比耶稣更高 但是约翰很清楚的明白自己的身份 他愿意降悲自己 也愿意把众人的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 他从未要眷阅他自己作为先锋的角色 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节 记载了约翰这样说道 他必兴旺 我必衰违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当我们在主的工作上 是否也好像约翰那样 愿意把所有的光芒都归给耶稣呢 我们看到约翰 他虽然面对着重大的群众 可是约翰仍然谦卑地告诉的群众说 那将要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约翰更是在第八节说到 耶稣他要来 他更是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洗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愿我们可以从约翰的身上 学习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今天我们要来宣讲 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要承担这个伟大的使命 我们知道这个使命将会感动人心 甚至也能改变世界 但愿我们好像约翰那样 是把人领到耶稣的面前 是把会众带到圣灵的里面 好让他们的生命被主改变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感谢慈悲的天父 赐下你的爱子 耶稣基督 祂是福音的起头 祂也是我们生命的光 我们所领受的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好像约翰那样 完成使命 领人到耶稣 我可以说 我们上班 我访访你 求主帮助我们 再来 我们的 优优人 为主帮助我们 也许他 我不想 得到 坏 过 一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